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财书频道 今天财书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大原因 为什么外国人很喜欢来到新加坡 常居在这里,移民也好,留学也好 非常喜欢新加坡这里 所以我在新加坡也是一段蛮挺长的一段时间的 我在新加坡住了都有32年 所以凭我的观察呢,当然原因有很多 不止这五样 但是我简单的就介绍了这五样的东西 第一样呢,就是这里的正次稳定 第二呢,就是这里的治安非常良好 第三呢,新加坡这里呢,是个金融中心 第四呢,这里的环境呢,都非常的干净 漂亮,美丽哦 而且也很清洁 第五个原因呢,就是这里的教育的体系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呢,今天财书呢,要跟大家来细谈这五样的原因呢 使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 来自马来西亚的 或者是其他的台湾的人都很喜欢来到新加坡 再来看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里的正次稳定呢 是这里没有战争 很多国家呢,都处于战争状态 但新加坡呢,这里是很安定的 没有战争了 无论是对国外,国与国之间呢 没有战争 那么国内呢,也没有内乱 也没有内战 不像有些国家呢 他们呢,在国内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打游戏战嘛 是吗? 好像菲律宾有那些极端的宗教回教组织嘛 好像泰国,辽国,还有缅甸 这金山脚呢 他们还要应付的是那些毒枭 所以他们这些国家里面呢 他们也是有很多那些 有武装的,有武器的 所以他们都要面对这些的压力 政府需要面对 那么在新加坡这里呢 就没有战争,没有内乱 再来呢,你也很少看到了 新加坡在国会呢 开会的时候 他们有打架了 新加坡呢,没有打架了 那么这边呢 政党轮替呢,也没有了 说法呢 从独立到现在呢 还是一党在统治着新加坡而已 所以这里的原因呢 政策的非常稳定 那么也很少有那些反示威、游行、暴动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呢 在新加坡呢 是违法的 示威是违法的 当然有很多国家呢 会说呢 新加坡是太专制了 不民主才会这样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呢 我们需要 以后呢 有机会呢 我再做另外一个视频 总而言之呢 在新加坡呢 你看不到战争 看不到示威 也看不到任何的暴动 唯一的一次发生呢 暴动呢 比较大的呢 就是在2013年 在新加坡的 那个小印度 而那时候的暴动呢 也并不是因为呢 是要反政府 而是有很多客工呢 喝酒 喝了 多了一些 所以呢 就出来闹事 而产生的那个暴动 新加坡呢 40年来 还是第一次呢 在2013年暴动 直到现在 2021年呢 都不曾发生过 就这么一次而已 景明呢 也没有冲突 社会呢 也比较的安定 国与国之间呢 政府呢 新加坡政府呢 采取的都是走 中庸的路线 中间之道 不管大国小国呢 都要和他们 和平相处 前几年呢 不是中国和美国 不是有那个 中美贸易战吗 所以新加坡呢 两国呢都没有去 靠哪一边 不靠中国 也不靠美国 都是走中间的路线 难怪呢 新加坡的护照啊 在全世界呢 200多个国家当中呢 有190个国家呢 是免签证的 190个国家免签证 谁不要这样的这个护照 马来西亚呢 也有180多啊 只差新加坡呢 大概是八到九个国家而已 所以呢这里的护照呢 非常好用 难怪很多国家呢 都想要移民来这里 拿新加坡的护照 这就是第一个呢 灌到啊 政治都稳定 第二个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这里的治安良好 在2017年的时候呢 新加坡呢 就获得了全世界的城市的 第二个最好的治安的一个城市啊 仅次以啊 东京而已啊 东京下来就是新加坡了哦 这里你很少看到了 在新加坡呢 有啊 那些打劫啊 抢劫 银行抢劫啊 是吗 因为新加坡 由于国土非常小啊 你抢劫了之后呢 你没有地方去 这边的海港 这边的 能够到 马来西亚的通道呢 也只有两个通道而已 所以你没有得跑 所以这里呢 很少有人去打劫 强奸 吸毒 绑票 或者是拐带小孩啊 在这里 所以这里治安呢 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 很多女生也好呢 在这边呢 11点 12点 晚上都好 回家都很安全的 在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 这家国家你 过了九点了 你就 不好 就好回家了 不好在外面的 因为呢 新加坡呢 这个地方呢 小小的700多公里的 平方公里的 这个地方呢 装了多少个CCTV 你知道吗 装了5万2000个CCTV啊 5万2000个呢 是什么概念 5万2000个呢 就好像呢 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呢 就装上了50多个的 那个CCTV的密录电视呢 啊 摄像机啊 所以你想看呢 如果是犯罪的人 很容易呢 就被抓到了 所以这里的法律呢 因为很严格 所以每一个人呢 都不敢犯这个 法律的犯罪了 在这里的 这个地方呢 可能是因为这里的人 受教育比较高 有好多工作 有好多收入 有钱人也比较多 所以呢 犯罪率呢 就会比较低了 就好像有人讲的 啊 一个人如果有钱啊 谁要当强盗呢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 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咯 而且呢 在新加坡的这个环境呢 你也很少看到有那些什么啊 黑社会啦 流氓啦 或者是好像香港所讲的那些 固瓦宅啦 蛊惑子啦 街头暴力 群欧都很少的 在 七八十年代可能有 但全部都 抓到完了 一般上呢 这些黑社会的这些 可能就是国家的管理 政府管理不当呢 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在这边呢 犯罪率呢 也是非常的低的 2018年当中呢 10万的人口呢 只有587人而已 所以大概是0.5% 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稀少 这就是 第二个原因呢 这边的治安良好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这里呢 是个金融中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2020年呢 就获得了全球的 金融中心的 百强版 的第五名 所以呢 金融中心呢 不能够 一定要具备的 就是国际的货币呢 可以自由瑞换呢 这个是能够不受管制的 好 国际货币呢 就是指的就是美元啊 英镑啊 欧元啊 日币啊 澳币等 自由瑞换 人家来你的国家 投资呢 都是把钱呢 今天一百万汇进来 明天一百万又汇走 随时可以进 随时可以出 这样子呢 对投资者呢 就比较有保障 所以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 再来呢 就是啊 网上呢 也是要信息能够流通哦 不够自由而不受限制 比如说 啊 YouTube Facebook 或者是Google都可以用 有些国家呢 是不能够用的 所以有很多信息呢 不能够流通呢 你就不能够拿到 最好的那些资料 好 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媒体的开放 也是很重要的哦 透明 宽松 无论呢 是官方的 或者是非官方的 信息的那些资料 媒体 就说今天呢 我们人在新加坡呢 我能够知道的 全世界的每一个媒体 每一个新闻都能够知道 比如说我能够看到CNBC 可以看到啊 New York Time 可以看到CNN 可以看到啊 Wallstreet Journey 这些全部呢 都能够 随时都能够找到 所以一有任何的事情发生呢 第一手呢 就马上就会知道 最后一个呢 就是啊 金融中心的一个很必 主要的一个条件呢 就是 个人的 可以自由呢 投资国外的市场 就是金融的股票 证券市场 这很重要哦 啊 你只是需要呢 去到 SGX 开一个户口 啊 就可以投资 全世界的股票了 如果你看好马来西亚 你看好马来西亚的 大众银行啊 Maybank 或者是云顶 的集团 你都可以投资 他们的马来西亚的股票 啊 或者是你看好呢 马来西亚的首富 郭鹤年 在香港的这个啊 家里集团 或者是啊 他们的这个酒店业 香格里拉 或者是你看好呢 李嘉诚的 德际王谱 长江事业呢 都能够投资 他们的股票 再来呢 最主要呢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股票呢 就是美国的股票 你投资美国呢 就是等于投资的全世界 啊 我们常常都用了 你喝的麦当劳啦 可口可乐啦 啊 Starbuck啦 或者是 Microsoft Facebook Google 这个这些全部都可以投资的 所以呢 能够成为了金融中心呢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很多国家呢 都会限制 很担心他们的啊 人民的把钱全部呢 投资国外的全部汇走 但是在新加坡呢 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啊 自由 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金融中心 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干净的城市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啊 环境干净舒适呢 啊 是很适合我们所居住 常住的地方 比如新加坡呢 这生活的环境好呢 在2018年呢 获得亚洲呢 最干净的城市哦 新加坡呢 也被称为呢 是个啊 花园城市是吗 空气好 每天你可以看到呢 有啊 白天蓝云啊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呢 呃 在很多的主屋下面呢 游乐场所呢 或者是那些啊 运动的地方啊 在那个树啊 旁边都能够装上 很多很漂亮 灯光 灯饰的 把这个地方呢 美化的美美哦 哦 这个地方 所以新加坡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再来就是 你也会看到呢 在新加坡呢 很少有这些垃圾 你丢垃圾呢 被抓呢 罚款很高 这里的人呢 也很少有去兔坛啊 或者是路边啊 大小店啊 或者是啊 吸烟都好啊 都有一个吸烟的地区啊 无论你是在那个 Hawker Center 或者是Fugot 它有一个地方呢 给你去吸烟的 啊 比如说在啊 这个 Bustok嘛 这个车站呢 就不允许人 抽烟在那里 叫人多的地方呢 就不可以抽烟 有冷气的地方 也不可以抽烟 因为是比较 这里呢 是比较 啊 固着卫生环境啊 还有呢 就是这里呢 啊 全世界最出名的就是 这里呢 不可以吃口香糖 啊 口香糖呢 啊 会很肮脏 会把这个环境呢 弄肮脏 曾经呢 因为口香糖呢 时到呢 地铁呢 都瘫痪了 那在以前的时候 啊 所以呢 新加坡呢 就禁止了这个口香糖 啊 啊 最后一个呢 就是啊 这个干净的 这个城市呢 还有这个水啊 新加坡的水呢 是很干净的 啊 听说啊 听说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 尝试说 新加坡的水啊 你不用煮都可以喝的 啊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煮啦 因为可能是心理的 啊 作用啊 所以我们还是会去煮的 然后才喝 其实实际上 你不用煮 还是可以喝的 新加坡的水 啊 所以 这个就是啊 第四个 为什么呢 会很多人呢 愿意的移民来啊 新加坡啊 非常赶紧 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就是第五个 第五个呢 这里的啊 啊教育体系呢 是很不一样的哦 在2020年呢 就获得了世界呢 20个全列的 20个大学里面的 排名 亚洲第一和第二 第一的就是NUS 第二的就是NTU NUS排在第十二 NTU排在第十三 大学学会呢 也获得很多国家的啊 认可 所以 也就是有这样的 这个排行 这个这个名呢 就很多国家呢 都希望他们的 都来到新加坡 留学在这里 那么在中小学方面呢 中小学的学校呢 也获得世界排名了 International McCarroll rate 简称为IB 也是有名的哦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教育方面呢 新加坡政府呢 他也投入很多的教育哦 这边很看重这里的教育和发展 所以投在这个教育方面的钱啊 比在国方的还要高 在教育体系方面呢 他也有很多的这些啊 海外的这个啊 奖学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制度了哦 吸引外来的人才 只要你的成绩的达标呢 一般上呢 都能够申请这个奖学金来到了新加坡 再来就是这边的学费会比较便宜咯 比如说你去欧美去澳洲都会比较贵 新加坡是比较便宜一点 那么在教育方面呢 这边呢也实行很多的双语政策 小学中学都有双语 当然是以英文为主的啊 所以有很多那些中国人啊 或台湾你们想要学英文的 你们都可以来啊 新加坡 这就是第五个教育的体系呢 吸引了这些人 这就是五大原因呢 很多外国人呢 都想要移居移民或留学到这里哦 如果你考虑着要来新加坡 读书也好 工作的好 不妨多多打听一下 新加坡的消息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就请你like share 或者你有东西要留言的 也可以放在下面留言 让我能够改进 或者是在这个右下角啊 如果你是YouTube的网友 请在右下角的这边呢 能够订阅我 记得开启那个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呢 我的所有的视频 再见咯 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